《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歡迎大家提問股票問題 日線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高級分析卷 網友在旁邊 Rafi 你好 你好 行指方面現在跌44點 還有21572點 期指方面跌超過0.5% 跌118點 還有21418點 低水155點 國企指數方面跌51點 最新報9699點 大市成交暫時跌近3點 還有665億多 這次跟你跟進一下 公佈了業績的中國中車 偏好1766 現時的股價是9.07元 跌近6% 但見到A股方面 反而升停板 暫時是13.3人民幣 先看中國中車方面的中期業績 數字方面 中期賺了47億 人民幣 按年增了7% 不太懂 先問大數方面 在股價方面的表現 看不到業績方面是否真的受歡迎 因為AH股 暫時表現比較兩極化 先問大數方面你自己滿意嗎 如果以整體業績上說 其實見到今次純利是46.9人民幣 網年升大約7% 而且以分營業績上說 也是正在逛6% 反而無論營業績方面說 這個單位再增幅 其實一早都算是盡期之內 因為其實沒有要求太高速增長 因為特別是頭半年回來 雖然以這個業績 就是合併後的第一份業績 但以今次回來 其實特別是頭半年 見到 國內特別是動車方面的招標 其實是沒甚麼做到的 原來動車方面的招標少的時候 幾意味著的增幅上體 其實是慢一點 其實都是很合理 所以特別見到今次剛才提到 營收方面都只能單位數上覆 特別當中 以它是鐵路裝備的相關業務 其實較去年同期 更加有減少1.72% 但很少這樣看 就是磨裂率 雖然以營收都是跌 但磨裂率方面都仍有上升 幾意味著它成本方面的控制 都仍做得比較不錯 但是你認為它的成本做得不錯 但見到巴克萊方面有報告說到 看看它的銷售和行政費方面比較高 佔了1.4%又多 原先大行方面估計 就是借1.2%左右 無理下跌 主要是原材料 原料方面 就是下跌方面 能夠抵消成本方面的問題 先問你 其實對於中車方面 看到未來的成本問題 會不會成為它另一個 令人擔心的地方呢 我只覺得以回來說 其實成本方面 就應該不是太過特別擔心 甚至剛才提到的 就在上半年 其實以營業把 就預算不是太有高速的增長 始終就沒有什麼動車的照表 但以下半年來計 其實就預算 都見到國內動車組 都在之前要開始照表 就是中車 即是預算一招 其實都是它們的中標 以前景上去看 其實我覺得 有機會有一個營業率 比較好的增幅出現 所以我覺得 縱使下半年來計 我只預期在業績上說 其實比較 上半年來計 比較好一點 之前在說 南北車合併方面 大家都在期待 會有一個協同效應 但在營業能力方面 可能會有些改善 但看看這份業績 似乎大動上人不算太多 你認為是協同效應 下半年來計 會不會有相對翻譯明顯一點 正如剛才都說了一點 以頭半年 為何說這麼慢的增速 其實明顯地 就不是關不關協同效應 反而就是動車的照表是少 就算兩者是業務上相似 譬如有協同效應 預期大動也好 你始終國內不搞 這一邊的一個發展 你總是有多好的協同效應 其實都沒有用 以頭半年來計 其實增速就相對慢都合理 但下半年來說 其實我相信一來 合併完之後 慢慢我覺得 各部份的磨合 或者是營運上的越來成熟之下 再加上 就剛才提到的一個 招肥有重啟的話 我相信下半年 應該有比上半年來的理想 所以前景上看 我覺得就偏向樂觀一點 而且特別以本身中車來說 去到這些水位 其實股值當然是否很便宜 又未至於 但就沒有之前那麼貴 現價PE大約十八倍 我覺得如果慢慢再落到 十六七倍左右的水位 其實相對叫做合理 我覺得其實股價 或者看法來計 應該慢慢會好一點 說了 接著就是整個行業方面的相關消息 看見法國會方面 亦有說到 將會開展北京、天津和城寨方面等等 三條鐵路方面的行業評估 當中的涉及支額 金額大概有943億多 你覺得這個金額有刺激 這個金額大不大? 這個相關消息對整個版法來說 這個興臟又大不大? 其實以阿道上來說 當然就不是少 但其實以這些鐵路基建 預算都是這樣走的時候 好看 當然他們接單上看 我覺得就不是太大問題 但什麼時候都這麼說 你說接單還接單 但股價有沒有升 好看大家是先炒了 還是炒後 還是怎樣看 所以說單預算是不斷有的 但如果股價是不炒的時候 其實有單也好 不一定會造成太大的幫助 所以暫時我覺得以中期來說 短期要有一個明顯突破 看看10元樓上 能夠站回樓上 如果站得到的話 我覺得才有條件叫市高少少的稅位 好 電話方面接通了 先接聽下位家人觀眾方面的電話 第一旁邊有吳小姐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問題 我想問2822和914 自己有沒有房 我2822有 我在11元也追了少少貨 不知11元那一柱可以上網什麼位 還有在22.1又賣了 不知是上網什麼位 謝謝 先說一下222南科A50 家人觀眾11元有一柱貨 想看11元這一柱貨 可以怎樣處理 現時股價是11.54 升超過1% 南科A50跟隨內地股市有回溫情況 暫時來說做法好一點 但家庭觀眾的買入價來說 暫時賺不算太多 上網空間可以有多久 這樣說 你聽得出之前 還有一些貨 在叫做比較偏高的程度 是渣落 如果以這一柱11元的時候 當然你說 整體來說 拉低了一些買入價 但如果剛才 家人觀眾也想說 如果這一柱先走了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不錯 如果反過來說 整個市場不是太理想的時候 與其硬斑斑地加住 去到等整體買入價樓上 我覺得暫時是難的 所以反而你可能之後 不斷去一柱一柱 小柱小柱這樣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是賺少少 不斷去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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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這一柱11元買 其實真的是一個 挺不錯的買入價 當然這一柱來說 現在慢慢就上回11.54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再上 好看一條10天線 11.6這邊能不能站上去 如果你可以站到這位置樓上 我覺得這一柱的目標 暫時放上去大約12.3 做目標 但如果突破不到10天線 我覺得才考慮在這數位附近 去到 如果你真的想的 才考慮走一走 暫時看到安石A50跌4 最新報仁99.5 南方A50升超過1.5% 環口滬深300現 繼續39.5% 跌4.5% 接下來就是941 安徽海螺 家庭觀眾 22.1有貨 看到現時的高價 還有23.25% 升超過1% 看好下半年 如果真的加快 鐵路方面等 機建設方面的投資 水泥股能否有相關大洞 現時兩家庭觀眾 可否繼續向上網 Raffy 以海螺來說 亦一樣 你買了一架 其實是挺漂亮的 我相信這一盞錢之餘 其實都可以再去看多一點 特別以之前中期業績 雖然是有一個倒退 一成九 但這個大家都預料 因為頭半年回來 其實內地的無力水泥業 或者經濟都不算太好 但以內地上來價格來計 其實相信下半年 有機會是叫做回暖 甚至乎以來 有這麼多基建項目 叫做上碼 相關水流水球 相信也有機會有一個大洞 自然對海螺來說 無論從業績 或者股價上去看 我自己也預計有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情況 所以現階段來計 只要慢慢的股價 能夠站回十天線 23.6樓上去走 我覺得你這一陣目標 起碼看上25元左右 我覺得去那些位置 才考慮到食屋離場 謝謝Rafi 這次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也沒有 謝謝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繼續有另外的主持人和大家見面